多一诗 不如少一诗 少一诗不如无诗 这都是祖师大德教给我们 对不对呢 对 叫我们在生活当中 随缘而不攀缘 攀缘是多诗 多诗就烦恼 随缘就清净 总而言这一句话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能够保持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自卑 就完全正确了 这是菩萨道 这是菩萨心 如果在生活工作 应酬里面 没有真诚 不得清净 不得平等 迷惑颠倒 自私自利 错了 这是什么心呢 这不是菩萨心 轮回心 轮回心 造轮回业 你的生活是轮回业 你的工作是轮回业 你除世带人 借物全是轮回业 轮回业本来没有 你把它当真 以为它有 造轮回业 于是轮回的现象就现成 这就是六道 怎么也出不了六道 这个问题 要不是遇到佛菩萨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了 永远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